你还真感冒了吗 我只有正常体温 睡觉的好 明天我陪你去医护室看看吧 别意境引诈 我咪呢 快刷牙刷 小学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白天她还吃了个鸡翅呢 咱们在宿舍的 要是她摊上了 谁都跑不掉 别意境扎的 我要把能干 冲一杯吧 来 来 要不给方舍也泡一杯吧 把能干是预防的 她已经感冒了 喝了也没有 再擦鼻子都要铺皮了 那怎么办 叫你昨天别喝冰可 乱你偏喝 赶紧去医护室看看吧 放心吧 我这普通感冒 过来来 就好啊 我去看看吧 医生就是她得了流感 舌头伸出来 体温计 医生 什么时候能回去上课啊 放我出去 医生 飞 未来 好什么 雷震 我着急去上厕所 厕所在那边 跟我倒办公室来一趟 好险 咱们去建方舍的事 千万别让班鈴人知道 您考虑得出钱啊 要不给他带点儿什么吧 嗯 啊 小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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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不担心你们 看 副的鸡还有吃的 太好了 这样就不会无聊了 本来还想给你带几本书的 结果都被医生问 医生怎么说 量完体温 他们打了个电话 是我医师病例 你们说 我是不快不行了 别瞎说 我跟你说 哥们 你就是感冒你知道吗 那医生 小提大夫了 对 对 对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 按时吃药安心养病 等烧退了以后就好了 对啊 你别吓唬自己 同学什么时候感冒的 昨天 昨天 怎么现在才来说的 他可能就是喝了点饮料 然后肚子受凉了 你说你们这些孩子 吃什么 喝什么 也太随意了 最近有没有吃鸡做的东西 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 你跟同学们 一定要以预防为主 我这儿有板栏根 先拿去喝 快 对啊 您别吓唬自己 我们等你回来 对 我们等你回来 小薛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